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过往其他的习数中除了讲过他的生平 讲过他在美国武器研究历史上很重要的事迹 另外就是他的一本著作叫做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别闹了 费曼先生 这本很有趣的字述 亦是一本科普书来的 我会觉得 里面原来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就是画面上看到一个reverse sprinkler problem 一个反转了的一个像花灑去噴水的东西 即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一点说 如果有一个花灑头 它是咬成了一个这样的风车叶形状 你从中间封水给它 让它可以在两边的风车叶上 一路噴水出来的时候 它便会这样转 一路去拼出水 它便一直有一个后助力 向着相反方向转 譬如现在画面上 你看到这种形状 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它在中间有些水供应 令它可以向两边 那两条弯了的壁 那个扇液噴水的话 它便会出了一个什么形状 一路噴的时候 就有一个后助力 令它整件东西是一个逆时针去转 对不对 这件事是不难明白的 这件事是一个花灑头问题 如果里面有水 让它可以在外面噴 就会变成一个有噴射引擎的风车扇叶 我甚至乎打了一个比喻 小时候大家有没有玩过烟花呢? 其中有几款烟花是这样的 你一烧了之后 同时间 几边烟花就会转转 让它一路像花灑头的形状 出来就很有趣了 烟花就在这里一路转 一路噴火 完完全全很简单的火箭 噴射后助力原理 即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牛敦第三定律那些东西 但是 reverse sprinkler problem 这种反转的花灑头的原理 是什么呢? 就转转 现在它不是有东西 从那两个噴嘴里噴出来 这两个噴嘴变成吸嘴 就向外面不停地吸 空气好吸水好 不停地吸 Richard Feynman 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但是他把这个问题放出来 让大家再思考 他说在物理学上 有些问题 就是你不要以为 把东西转转了 就把原先版本的答案 转转转 演绎就可以直接回答 原来没有这么简单 其中一种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反转花灑头的问题 如果你把这个花灑头 变成不是噴东西 而是向周围吸东西 他最后出来 会向哪边转 甚至乎会不会转 那么 认认真真用物理学来想 原来发觉就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外面的东西 一直涌进来 他涌进来之后 他最后构成了一个什么力 给这件东西 令到这件东西向哪个方向转呢? 有人说顺时针 有人说亦时针 好了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最好是实验 最惨连实验都死了 做实验的时候 原来试过有四五六批人 去做过这个实验 大家出来的结论都不同 有人做到 就是说 顺时针转的 就是这么说 有人说做到出来 是跟原先噴水的花灑头 结果是相反的 如果噴水的时候 现在这样的形状 如果在两边的噴水 是噴水的话 就令到这件东西逆时针转 如果吸收的话 就要顺时针转 有人做到这样 但是速度会慢很多 其实这个也是最后的 现在今时今日发现 应该是对的答案 但是有人说不是 因为它没有错 是顺时针转 是好像先前的结果相反了 但是这个转是不持久的 它转转一下就会停的了 是暂时的结果 一开始是帮你转动的 接着就会自动停的了 这个是因为 周围的流体力和结果 令到它这样的 有人甚至会做到 不是的 我做到 无论你是吸和噴水 我看它转的方向是一样 不过它的速度不一样 其实隔了很久 这段时间 原来没有一个很 很概括性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今时今日 在网上找回 你一样都找到的 就是你说 如果做出来的结果 是要和噴水的例子相反 都有人做得到的 大家可以找一下 这个叫做Reverse Blinker 这个字眼 尝试去找出这些结果 或者我也可以找到 其中一个结果 将它放在这一节 他的留言里 放一个连结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看也可以 好了 刚才有提到 这个题目 其实一直有很多人 去探讨 去问 也在Richard Feynman教授 在他的自传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问题 当然他很喜欢演示 物理学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原来有些系统 不是我们想得很简单的 你噴的时候 那个物理很容易 但是你吸的时候 你会发觉 是有好几种的效应 原来是要考虑 然后整个问题 就不是再变成 这么简单的一个力学的问题 而是关乎到可能 喘流 流体力学 这些问题 说到这里 今时今日我们说 可以找到一个 叫做精确一点的结果 那又是什么人 帮我们去想这个问题呢 那我又觉得 说到这里 就想起 今天 其实呢 一两节的主题 我觉得每个人的精神都很像 就是一些看起来 很简单的现象 但是我们忘记了很多的细节 现在我们今天 就是 哇 搞了大龙鳳 做更加多的东西 来重新 把它很仔细地 抽丝剝剑一次 才是找到的结果 令到我们知道 这些就是 以往我们一直以为 好像很简单的系统 往往里面牵涉到的原理 可以是很复杂的 这次是由什么学术机构 帮我们重新做这个结果呢 就是这个小弟的母校 纽约大学 还有一个黑浪数学研究所 其中一个实验研究小组人员 他是专做 其中设计了这个 流体力学的实验 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在他的实验仪器里面 他用到激光 以及用到 在流体里面加了很多 螢光剂 在里面 令到我们可以完全追踪到 这些 稍微有黏制性的 这些这样的流体 他在无论被噴出 还是被吸入的时候 他整个流体力学 是走进去这个系统里面 是怎样去变化 原来 纽约大学的研究小组 在他做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那些实验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时 不是那么稳定 互相矛盾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需要 尽量排除了这个 花洒头去转动 时候所遭遇到的那种摩擦力 即摩擦力 你一定要把它 厘清得很清楚 即是在他那个 无论流体本身 或者是他那些 刚刚的接口关节位那里 那个摩擦力 你一定要是 将它有那么低 降到那么低 如果你降得不够低的时候 他明明转 但转转一下 他就会被摩擦力 即是减速了 令它停下来 就会见到 有些情况就是说 有人会见到 转转一下便停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如何在那个空间 周围填满了很多流体的空间 你能够将它摆到一些 螢光剂 从而令到我去显影 然后我可以追踪到 那些流体 每一个流体的 每一个单元 最后流去哪里 而且形成了那些 这样的流体里面的 仔细的 船窝结构会是怎么样 最后这些船窝结构 怎会原来 也是会对于 最后整个 封车业的 运动是有贡献的 那么有一些 有一派的人 他就认为 你这样吸收 最后是不会转的 因为你那两组 这样的流体进去 他就说 是不会产生了一个力偶出来的 他就不会 像你扭水龙头那样 一边两边一起 用力就令到 一是顺时针 一是直时针地转 他就会说 你两边一吸收的时候 那些流体 他就不会 形成到 这个扭水喉的效果 所以最后 就令到他不会转 但是 现在有了 这个实验小组 去做的这个追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你留意一下 下面 这个左下角 这张图 它的圆形范围 就是那个 那些流体 涌到 这个花洒头 中心位置的时候 它里面形成 那些船窝会是怎么样 原来很有趣 这些船窝进去 不是很对称 就这样拌均匀 就流走就算了 它出来的船窝的分布 客观效果 就形成了 一个可以 好像两只手指头 摆去扭水喉的效果 所以最后 令到这件事 是很缓慢地 就会是 顺时针地转 记住 如果是在画面上 看到这个扇液系统 它是两边扇液 有东西噴出来的时候 照计整件事 最后是逆时针地扭水喉 这样算了 但是现在 当它是吸收的时候 它就会顺时针地转 但是 顺时针的速度 就会慢 过逆时针的速度 很多了 就算你开同一道力去噴 和开同一道力去吸收 你会发觉 开同一道力去吸收 出来那个转的速度 是会比起 你同一道力去噴 那个转速 是在他们的实验设计里慢了 50倍的 在他们的实验计里面 那50倍 我想也很视乎 就是你本身周围的流体 是用一个黏制性强一点 或弱一点的流体 我自己的直觉股 可能会有关 但是基本上 我们肯定就是 你吸收的时候 没错 是会出到一个相反的转动 但是速度就会慢了很多 这样 那这个实验 我会认为 那个很仔细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它需要用到一个很敏感的 一个显影的技术 需要加一些螢光的添加剂 还有就是说 它需要做到这个实验 本身每一个环节 额外的阻力 是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这样才能够去排除到 也要你能够将那些 这样的漩涡状的结构 是显示到出来 有了这些数据 其实同时间 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电脑模擬里面 和你追踪到最后 就是能不能够 由电脑模擬里面 解释到这个结果 所以你会发觉 在一个这么简单的系统里面 你如果能够建立到 一套流体的追踪系统 令到 我可以知道 这个流体 客观地对于整个周围的环境 会施加了多大多小的力 你会发觉 对于其他 研究其他流体力学系统 是非常有用的 小弟记得 自己都在纽约大学学习的时候 其中有位华裔教授 就是在纽约大学的 物理系统 黑浪所 也有挂职的一位教授 他是非常擅长做这些流体实验 我现在具体上 我也不清楚 这个实验 他没有份去带领 但我就知道 里面的研究人员 有份做这些流体力学的 是不少的 其中一种 他们曾经做的研究 就是 他们很想去追踪一下 在地壳下面的地慢岩漿的对流运动 是最后怎样施加到 令到地面上的板块 向左动或右动的呢 当下面的环境 我怎样去调节的时候 令到它产生的揣流形状 会不同了 客观怎样影响到 上面的板块是怎样移动的呢 这件事本身 我们如果很简单地想 下面的岩漿 把你推向左 你便向左动 推向右 但最麻烦的就是 下面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一个揣流 下面的揣流 你可能明明有一个力 是将最底层的液体 将它向左动 将它由左向右动 但最后反映到 在一个岩层的表面的时候 就不一定是向左向右 可能是右 有时又有时左 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 这种揣流系统 这种运动现象很多时候 就有一个关系 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找到更加理想的方法 去研究这种揣流 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 有了这种手段 我就会觉得 整个研究 就会更加多数据 可以获得到 现在只不过 用了这种实验手段 来放在这个 由Richard Feynman 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上 来显示出来给我们看 所以我就会说 在今天的这几次科学新资 加上科学回忆录 我们终于是 透过很精细的实验 解释了什么叫做飞蛾脱火 透过很精细的实验 去了解那些 譬如水和很活药的金属 它们之间的物理和化学上的关系 还有现在 这个叫做 反转花灑头的 这个现象 我们最终于 就获得一个 比较圆满 科学上面 牵涉到数据实验的解释 就叫做完整的 这样去获得出来 我想 如果你说Richard Feynman 他还在世 看到有人这样去做这个实验 去解答这个问题 我想他也会非常开心和满意 那我们今天这五节的内容 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 即是在下一集 节目出现的时候 应该就是 农历新年过了初一的时候 那这里先预祝大家 新一年新年进步 那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再恭喜大家发财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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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